这里是国产武器走向战场的第一考场 这里是经典装备定型列装的准生之地 每一件武器都接受过哪些难以想象的考验 每一次试验都蕴含着怎样不为人知的艰辛 走进风雪严寒的白城兵器城 在线武器试验的复杂环境 破解军迷圈里的枪械传闻 军迷行天下本期播出 走进白城开箱艳枪相机 为了验证广大军迷关于国产枪械的种种传闻 在上期节目中 王芳和杨恒经过申请 有幸来到了位于白城的陆军某试验训练区 并在这里开箱艳枪 亲身体验到了国产枪之定型前 严格的测试 而本期节目 他们把目光又聚焦到了 号称战场收割机的机枪上 高工啊 我就发现这个95机枪和95步枪 这外形上看特别的像 那它这个具体作为机枪和步枪 它的区别在哪呢 你看从这个外观上看 你比较一下 这个枪管就明显比机枪枪管要短 哦 是的 所以说这个机枪的射程 要比它射程要远 哦 这是比较主要的一个特点 第二个呢 你看这个这里有两脚架 哦 是是是 这个没有东西 这个可以是支撑两脚架设计 哦 这样啊 这个呢只能是超市设计 哦 底颠设计 而且它的火力密度 要比这个步枪火力密度要大 那肯定是作为这个机枪 比步枪的这个密度要大 对 射程远 密度大 它是实用于架在地面上 和这个机枪射击 初步了解了95式步枪和机枪的性能后 高级工程师单永海告诉两位军迷 这两款枪还有一个非常突出的优点 那就是实相的枪足化 具有很强的互换通用性 它这个不光是弹总可以通用 而且主要零部件可以互换 包括弹鼓和弹匣 都可以互换的 你要想这个看得更明白 我们请两位优秀士过来拆卸装卸一下 这样的话你可以更一目了然 现场冒雪进行的分解结合 让王芳和杨恒第一次看到了95式步枪和机枪的内部构造 和主要零件 这两款枪用途不同 但是相同相似的地方可是太多了 真像一个家族中血脉相通的两兄弟 大小二十完全一样 完全一样 然后再看这个上红木一样 也是一样的 枪脱 基本是一样的 没有做大 就它不光是做的看起来像 它是真的能替换上去的 对 我能不能搅和搅和 就是把它换过来行不行 行行 给 这个 还有什么 这个 这个 这个比较严格一点我觉得 这也能换吗 试试呗 天呐我真是不敢相信 那就辛苦他们再操作一遍 能不能装过去 这还真就装起来了呢 这消除你的疑虑了吧 就我其实也不是说不相信您所说的 但是真的这个事 亲眼的 对 看完了之后才真的是确信 这就是事实剩一群面 是的 单用轻武器枪组化 就是一托统一口径的弹药 以步枪为核心 发展出一个标准步兵般的主战枪界 然而 与大名鼎鼎的前辈八一枪组相比 95式机枪没有了枪托 也不是传统瞄准用的缺口和准睛 弹匣的位置更是发生了明显变化 那么这样的枪应该怎么操作呢 那这个其实我们军迷啊 看到这种枪的这个第一反应 肯定就是想近距离的去摸摸它 但是既然到了咱们这个专业的地方来 肯定要向您请教一下 这个标准的姿势应该是怎么样的 这个由我们设施 好好好 请他把我们示范一下 好 要不您先看看我摆的对不对 对对对 精静力观察 Möglichkeit 是这样的 是这样打是吧 应该在电视上看到 Audio 对 因为它这个动作 它操枪 如果你看 如果这这么操枪的话 这个前面的话 控制 控制的不是很稳 基本上我们操 操的方式就是 然后这个枪脱了 腿的降落 然后左手照着红 然后往后拉 把这个枪顶持住 控制住 对 控制住枪 然后这样的话 它这个操枪比较稳 然后这个精度比较高 因为这是材子嘛 如果咱们在地上的话 这个的话 也会更直观 然后的话 实际上其实咱们看这个脚架也好 它其实还是沃滋的 沃滋是吧 要不你试试沃滋去 好 我试试就试试 走 沃滋是机箱设计的一个基本姿势 也是我们在影视剧中最常见的一种姿势 王芳打算找个空旷的场地挑战一下 其实我感觉 刚才您讲的时候 我觉得非常有一种深刻的体验 就是您和这个枪之间有一种默契 就它不是在操作一个机器 而是就是说 包括往后这个往后顶啊 包括就是每个手的这个位置 都是一个非常 也是舒服 也是一个在发力的时候很配合的一个状况 对 它在一个枪 人和枪的一个结合 人枪合一了嘛 那我也试试 能不能做到这个人枪合一的感觉 人是在这个 它的正后方 对 其实就是说 这个沃滋就是趴在地上 是的 然后你这个枪呢 和你的身体的话 它是一条线 对 这个手的话 往前也来一点 对 你要往前 然后这个手的话 这个双手要撑住 对 两个手要撑住 对 两个手要撑住 感受一下这个感觉 我的天哪 哎哟 感觉来了 杨鹤 我现在这是第一次以这个 自己这个沃滋的第一视角 来这个手持这个枪 一下子这个感觉上来 就像是我是很多这个战争游戏 还有很多这个电影的这个第一视角的这种感觉 非常的 是吧 有感觉吧 没有人兴奋 在等待你的目标 是吧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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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感觉到比刚才咱们在那个操作台上 那感觉是比较好很多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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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就您说的这个 能够这个使上劲 使它这个跟这个身体啊 协调啊什么的 我大概能体验出来您说的这个感觉了 主持人这个这个操枪姿势还是非常不错的 但是已经到这个程度了 就不禁有一种感觉 如果真的能打两枪就好了 哈哈哈 作为一位酷爱轻武器的军民 杨恒知道 机枪分为很多种 除了刚刚看到的95式轻机枪之外 还有重机枪 通用机枪 高射机枪和转管机枪等不同类型 然而 这些复杂多样的机枪名称究竟蕴含着多少奥秘 还有哪些尚不了解的武器知识 王芳和杨恒抓住此次难得机会 来自全面深入的学习补课 这个就是火国自主研发的第一代的轻重两用型机枪 这个就是啊 这是个什么 67-2 67-2是 67-2是 67-2是一个转进型 对 在这个67的基础上 77年进行了67第一次改进 这是82年进行了第二次改进 就是67-1 67-2 是这样的 其实他和咱们之前见过的排的好多的这个机枪步枪 形态不大一样 对 他这个样子没见过 机枪是步兵重要的支援武器 最早是按照重量 射速 射程和用途分为轻机枪和重机枪两种 分别配备在步兵班和连担任火力压制任务 而后又出现了一个将轻重机枪结合起来的新品种 叫做轻重两用机枪 也叫通用机枪 然后那个你看见没有 这个东西 我看之前小型一点的机枪 它都会有一个这种架子 现在这种状态就是它使用的是重机枪 对 是作为重机枪的使用 现在如果说把这个 那它还有这个轻机枪的姿态是吗 太神奇了吧 很快就解脱了这个枪架的这个状态 对 现在这种状态 哦 像张马班长说吧 真的 如果说这个被枪架的战士出现了受伤啊 或者说枪架遗失了之后 它这样依然能够做一个轻机枪的火力 它还是不影响这个火力的它的使用能力 对 在这个模型的过程中就不用这个 它是一个历史的标尺 现在有一个标尺 哎呦这个真的是一个白变的一个感觉 非常好 就是产生这种机枪之后呢 它就会处于这个三种状态 然后这个它通过它的性能 就会达到不同的任务 就不再像以前是就是配这种机枪配那种机枪 来回的就 它的携带和更换都是需要这个时间成本还有一些代价 成为了一个一专多能的武器相当于 对对对对 是这样 六七杆二式机枪还有一个响亮的名号 叫做百变机枪 因为它可以根据战斗需要 灵活变化成为三种状态 作为轻机枪时 使用两脚架 主要用于射击800米以内的有声目标 作为重机枪时 安装在三脚架上 可设计1000米以内的集团目标和单个有声目标 压制敌方火力点 而作为高射机枪时 安装在三脚架后架杆上 接触高射瞄准装置 可设计500米以内低空飞行的敌机和散兵 这也是那个年代 就是世界武器发展的一个趋势 最早的时候二战的时候 德军有那个MG-42 后来在欧洲就变成MG-3 就是也是一个通用机枪 它应该是一个开战彼组 美军也装备了M60等一系列 然后我们刚才开发了一个六七式 所以有了这个通用机枪之后 它就不再限定于比如说有几架机枪 几架这样必须 它一挺机枪就可以满足很多的这个战争的一些条件 也没有像50年代我们都将那样有搬用机枪 连用机枪这样的一个秘密 它是把这个机枪变成了一个通用机枪 可以在不同的这种火力配属下 对它进行配置 对对对对 通用机枪的出现大大提升了步兵 在战场上的火力打击能力 然而在世界机枪大家族中 还有一款经久不衰的长青术 那就是12.7毫米口径机枪 第一种时尚用的12.7毫米口径机枪 是美国的波浪宁M-2机枪 从1918年诞生以来 经过多次改进的MRHB型 至今仍然在美军部队服役 配备在坦克 装甲车 战斗机和舰艇上 成了一款历经百年沧桑的武器老兽星 美军士兵还给它起了一个干妈的外号 随后苏联研制出了 德什卡12.7毫米口径机枪 我国的12.7毫米口径机枪 经历了五四式 七七式 八九式 等多种型号的演变发展 在陆军某试验训练区 现在就有最新型的 八九式12.7毫米口径机枪 不过 听说想要了解这款机枪 必须要采访一位姓胡的班长 您好 是胡班长吗 对 胡班长 您好 我们是军民邢天下的 我叫王芳 他叫杨恒 胡班长 您好 您好 就我们这次来是为了一把枪 对 就是这个吧 被已经在做保养 是吧 胡班长 对 我现在这把枪是八九式 水准七毫米 重极枪 我现在做这个工作 我是进行安全性能的检查 就咱们在说这个枪之前 我其实有一点好奇 就是来之前好几个人就在讲说 想知道这个八九式重极枪的事 就一定要去找胡班长 是为什么呀 因为我对这个枪的话 我第一次参加试验 作为一个主力射手 就是试了试验的这枪 我对这个枪的话 就当时实验他就要定型的时候 对 那是什么时候啊 那是九十四年的时候 我就一直跟着他 跟着这个枪 从他第一次进场到射击定型 我一直跟着他 跟他一起 陪伴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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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他一起试验 打寿命也好 打进度也好 我是从头到尾 一直打过来了 从胡班长领章上的军衔可以看出 他是一位一级军事长 这可是我军士兵的最高等级军衔 在全军范围内 能够晋升到一级军事长的人 是凤毛麟角 万里挑衣 在胡建设担任试枪射手的 27年时间里 与八九式机枪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们这款枪简称就是八九式12.7毫米 重机枪 它全枪重是26.5公斤 有效射程是1500米 主要是用于集群的有成目标 它实际上也是一款反器材的重机枪 可以对轻型装甲车进行射击 也可以对这个低空侦查的 承担机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 空中的目标进行射击 它配有这个好几种弹 五四式10.7毫米圈甲弹 还有八九式10.7毫米圈甲圆烧 夜幅弹还有八九式10.7毫米圈甲 爆炸弹 这个配合配合配合 它的弹量是50磅 它采用的是枪管挡扣的 和这个倒器是这样结合的 有可能是的 这两种就是自动方式结合之后 可能会对枪支的精度有一个提升 对 在全世界型号众多的机枪阵容中 中国的八九式获得了一项殊荣 全世界重量最轻的 12.7毫米口径机枪 美国的M2HP全枪重量接近100公斤 苏联的德士卡也有80多公斤 而中国的八九式仅有26.5公斤 这样的重量对于实战 有着怎样突出的好处呢 像我们理解就是可能枪的重量越重 精度越高 但是咱们这个枪应该据我了解 也是世界上最轻的12.7毫米的重机枪了 对 对 它做到26.5公斤 26.5公斤 它能做到这么高的精度 可能跟它的一些创新的设计上是有关系的 对 对的是的 它这个人机功效也特别的好 它重量轻 就是战士们行军的时候的话 被它并于协行奔跑什么的都可以 那么我扛了这枪 跑过3千5千来都行 因为它重量轻吧 那既然咱们进来就叨叨了这么多了 那我觉得最期待的一个事情 就是看着这个班长 把整个的这个连接把它变成整枪 让我们看看这个八九市装起来是一个什么样子 嗯 这已经架好了 这个就是证明动态 你协行的时候要变成这个行军状态 可以 咱们说这么多你可以体会一下 扛着它 在外面去跑一跑 体会体会 这个要我们扛着跑吗 可以啊 试试吧 试试 为了亲身感受一下八九市12.7毫米口径机箱 在单兵协行时的状态 王芳和杨恒决定实际体验一下 这个 这个 这不就像是个摄像机脚架一样的吗 对 这就行了 这是行军状态 这来的 或是提着或者扛着就行 提着就行 对 提着就行 对 提着前面一点 好了 顺着就可以了 那我们 这一只手一只手就能真正的 对 班长要不给我们布置一个小目标 因为说这个斜行的话 主要也是要保证说有这个体力能够足够支撑 您布置一个小目标 看我们能不能完成 好 那你们就扛这个枪还拿了架子 向那个方向 跑那个土堆 然后再跑回来 行 那时候注意安全 那个地上有血比较滑 好 架子拿出来 好 别上了枝也别掉下来了 行 那我们就试试了 走吧 好 你开始吧 好 走 天哪 天哪 杨鹏你这么体力这么好 是 感觉怎么样 我作为一个女生 可能真的明显就会跟这个男生有差距 不过相信咱们训练有所的战士来讲的话 我既然都拎得动 他们肯定斜行 也没问题 对 毫不肯定没有问题 对 今天的时候都拿着它 扛着它跑 我觉得跑得很快 你看来它还是不壮 我俩都不想放下来的 你看看 对 我刚才你们跑的时候 我自己观察了一下 我看你们这个拿着架子扛着枪 跑的速度也不慢 也挺快的 对 我们太快了 跑了200多米 哎呀 跑一会儿热乎了 是啊 今天天真的是特别特别冷 我们是跑热乎 但是这枪 真是这么冷的温度 对它没有影响吗 没有影响 你看今天 这个天气还散散了 只有零下十几度 只有零下十几度 胡班长骄傲地告诉王芳 这种零下十几度的日常气温 对枪械的影响 几乎可以算作没有 因为这款八九十重极枪 是经受过低温极寒试验的 听讲 这个就是咱们这个极寒驱验的这个门了是吗 对 里面就是我们的低温试验 哦 这个里边就是啊 感觉这么厚的铁门 光是这么得有二三十公分厚的这个铁门吧 就两道 对 里面的空间是密闭的 有没有点咱们说那个大冷库 大冷藏车那种感觉 这个比那个还要冷 还要冷 还要寒冷 能冷到什么程度 现在我们的里面的温度是 零下四十八度 将近零下五十度了 对 真说咱们国家那么大 就最北边最冷的时候 零下五十度也不是特别多 对 这里面的话温度非常低 可以说滴水成冰 我正好 我喝的水没有 那咱们能带进去试试吗 你可以试一下 是可以在里面试的是吧 那一会咱们就进去 我还没有见到过这个滴水成冰的这个状态呢 对 咱们这个楼里面 是有它的温度的应该是十几度 应该是有 那从库房直接送到这个零下将近 零下五十度的 那对 咱们是金属的这样子的前线 就是六十度多 六十度多的温差 它的有这么大的温差 影响应该还是很大的 对 为了让王芳和杨恒 对低温试验有直观的了解 胡班长把他们带到了低温试验机房 哇 这一股冷气直接涌过来了 哇 杨恒 哇 全都是这个白的 还起好大 你说我 你睫毛都冲不上来 啊 我准备了一个 嗯 这个算是参照物吧 你要 我从来没来到过这么冷的地方 是是 咱们要 我脱头上怎么办 我现在感觉要冷死了 都冲地上吧 稍微来一点 我看看 你看 这么凉冰水拿进来 冒热气呢 还 哎呦 硬了 硬了 这冒着热气就硬了 哎呦 这么快 硬了 瞬间急冻的水 向我们解释了什么叫做低温 在温控机房 机数人员将实验室的温度 调整为零下48摄氏度 在极限的低温价 武器和射手都感觉到了 刺骨的含义 就连火药爆发出的热量 也会瞬间消散 那我们这个耳朵已经准备好了 那班长 那咱们是不是 可以马上开始了 好 这个肯定有特别的刺激 对 班长安静 各位两个注意 八二三不紧接 准备 好冷的 越来越冷 下到我了 哇 这个声音好大 好吓人 万长 这个是打完了是吧 刚好响了 在这里面 对打完了 刚才我们打了五四发弹 我们现在进行的是低温试验 现在我们的温度是零下五十度左右 对刚刚在外面看是已经零下四十八了 现在应该还在加 对 我觉得我也已经在冻透了 在这里 咱们现在真的是不行了 但是刚才打枪这个有这个不一样的反应吗 您感觉 枪 我们现在这个做这个试验的话 就是要考核这支枪 在这个黏寒 在这个激温五十度的情况下 能不能正常的工作 能不能打得冷 能不能打得下 所以现在这一次测试它的结果怎么样 没问题 对我们看是没有问题 您呢 我觉得我刚才试试证明它是没问题的 一个不当它没有输 您不当 我不行了 从未经过如此低温考验的杨恒和王芳 匆忙离开了试验场 而胡班长告诉他们 这样的环境他已经非常习惯 在陆军某试验训练区 有很多像胡建设一样的试射手 他们的目标是精准 精准 再精准 在这里 试验场是新武器新装备的第一个战场 所有的枪械只有尝试过了艰险冷暖 才能面对战场上的血雨腥风 你又来了 对对 我们又见面了 这里边我们刚刚真是长了见识了 开眼界了 刚刚打完12.7的这个89 对 这里好多设计师在外面是很难看到的 是的 真的是没有见过 包括我们之前也是带着很多疑问来的 对 这一次 疑问也是得到了解答吧 是 挺好的 挺好的 所以咱们这儿的一些科研人员 包括咱们的射手啊 都是特别的不容易 所以它的涵盖范围非常广 需要他们调试 需要去试验的 您说的很对 像这么病天雪地的环境里 我们依然要开展试验任务 所以我们常讲这个试武器装备更是试人 对人的这个心理素质意识品质都是一种考验 陆军某试验训练区的试验鉴定任务 可绝不只限于轻武器 新型主战坦克 大口径火炮等重型装备 也都要再次经受严格复杂的极限检验 新领域的求索总是充满期待 下期节目 我们的军民将要进入重型武器的试验现场 在新一轮的探访中 争取更大的收获 威武霸气的大炮家族 靠什么独特功能 融应战争之神的美誉 它也有可能是这个战争刚刚开始 它就结束 测试鉴定的英雄连队 为战神获得准生 经历了多少极限挑战 我们每天蒸在眼角 就到火炮身边 冰天雪地的草原 火炮烈阵 战神怒吼 外景军民直击实弹试射 感受电闪雷鸣般的心灵震撼 军迷行天下 下期播出 走进白城 战神零距离